美军武器研制史上曾出现过一个让他们感到十分骄傲的作品 那就是SR-71黑鸟侦察机 这款侦察机虽然早在1963年就开始研制了 但其中所应用的先进技术 放到现在来看都不过时 要知道美军一直都非常重视侦察机的发展 特别是在美苏两国冷战时期 为了更高效地获取苏联及其盟友的情报 美国就必须研制出一款 不容易被苏联军方察觉的隐身侦察机 于是SR-71侦察机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了 虽然目前SR-71黑鸟侦察机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仍保留有A型和B型各一架机型用于飞行技术研究 并且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现在也正在准备研发新的SR-72侦察机 这是一种速度更高的侦察机 有公开数据显示 SR-72侦察机的飞行速度将达到6马赫 接近于SR-71侦察机的两倍水平 身为高超音速无人战略侦察机 SR-72的核心无疑是其发动机 所以早在2006年开始 洛马公司就已经开始和洛克达航空发动机公司 展开SR-72发动机方面的合作 洛克达航空发动机公司 曾经于2008年提出过HTV猎鹰3X项目计划 但是由于其为一款技术极其复杂的超音速冲压发动机 加之国防预算有限 刚提出其遭到取消 即使HTV-3X无疾而终 但是却成为了SR-72所设想的理想高超音速推进系统的参考技术 SR-72可以使得侦察及打击于一体 一旦装备 世界上就没有秘密了 据美国媒体报道 新开发的美国间谍飞机SR-72将成为世界顶级隐形间谍飞机 根据美国公共信息 SR-72侦察机可以在高空独自完成情报收集和战略打击任务 基于SR-71侦察机为参考 升级后的SR-72侦察机与以前的SR-71侦察机有很大不同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 SR-71侦察机是载人飞机 而SR-72侦察机可以做到无人侦察 因为飞行速度非常快 所以驾驶SR-72侦察机的飞行员必须要穿上专门的宇航服才可以抗压 否则在飞行过程中极易容易昏迷 其次 在速度上得到明显改善 由人先的3马赫直接提速到6马赫 据记载 SR-72侦察机曾两次打破 世界飞行记录 被称为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飞机 一般的导弹都追不上它 一旦美国研发的SR-72侦察机成功服役的话 美军就可以实现一小时飞遍全球的愿景 不少专家表示 真正的对手已经来了 美军的SR-72侦察机将让世界再无秘密可言 暂性的愿景 塑造成功机 感谢观看